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斌 我想请问一下 首先麻烦您来介绍一下德森学院你们是做什么的呢 德森学院主要是在人文文化这方面的教育 来补充我们现在学校里边的比较少了 是因为补充我们的学生在人文文化方面就是比较弱 是像我们的德语 而且读书 写诗 我们学院的学生每个孩子都会写诗 所以我体会我们德森学院它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面 这有点像回到中国古代怎么样 有一点 那讲起这个中国民族服装了 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呢 中国有56个民族 这是一个比较全的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那讲起这个民族服装的展示 像我身上穿的这个真的很漂亮 你们怎么会有这个idea开始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一直在教学 在学校里边任教 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在教中国文化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要讲中国的民族习俗 包饺子 怎么用什么红包 但是我觉得这个民族的文化是非常大的 非常广的 我们现在学生都知道唐装 唐装是一部 唐人街也是这样来的 对 它是一部分 我想我们的中华民族 56个民族是最美的 然后能不能向我们的学生介绍 56个民族文化 这是很大的一个文化的 这个就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我说好 一旦时机成熟了 能不能把56个民族的文化 向我们的学生来介绍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起初的一个动因 56个民族文化是一个全人类的文化 我觉得它不是只是我们中国的 又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民族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 我想一定把我们最美的文化 介绍给美国 介绍我们的学生 介绍更多的人 对 其实中国的少数民族 就是不光是中国本土的 还有一些像朝鲜族等等 维吾尔族 其实也是跟那个俄罗斯 或者跟那个朝鲜 就是也有一些关联的 它不是关联 它有个血缘的关系 都有个血缘的关系 对 那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木老族 木老族到底是在哪里呢 麻烦您来介绍一下 这个很漂亮 是 它木老族呢 实际这一次 你知道木老是一词什么意思吗 母亲的意思 对 你看看你知道 这学习过的 所以说这个民族呢 你想它是多么美的 我们的母亲是最美的 所以说看到 你看这个色彩 非常的艳丽 所以这也是蛮吸引 蛮吸引我的地方 对 而且那个帽子 长得有点像 那个清朝的那个 环租格格的那个帽子 所以它都有关联 每一个民族 它都有它的相连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 我们八位模特儿 来示范这个美丽的民族服装 那首先我们从Jason Jason will be the first model 那我们就看一下 他穿的是什么服装呢 请问 他穿的是拉骨族 拉骨族 那拉骨族是在哪里呢 拉骨族主要分布在云南 云南 你看这位先生 他是一向打猎 他这个民族呢 尤其男士 就是比较那种帅气 帅气 因为他打猎 就是有一种 比较非常漂亮的姿态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位女士了 他是高山族 高山族不是在山上吧 有个山子 高山族是在台湾 是在台湾 对 在台湾 台湾的高山族 台湾的高山族 他那个帽子上很多花很漂亮 对 那下一位呢 下一位是阿昌族 这个阿昌族又是在哪里呢 也在云南 也是在云南 云南真的是很多少数族裔 对对对 你看我们这个女性很好 也是美丽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了 那下一位这个白色 这个有点像蒙古的服装 是吗 是 他呢是西伯族 西伯族 那是在那个 西伯族呢是在乌伦贝尔大草原 所以真的是进蒙古的那一代 你看他有一些像蒙古 蒙古的风采 的确是有一个蒙古的风采在里面 是 你看我们就骂到这一种 他这个帽子 对 就是很像 上面就是香了一个一个 一朵一朵的花 那下一位呢 这一位是枪族 那枪族的他这个 听说有很久的历史是吗 枪族呢是在四川 他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是是是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一位小姐穿的这个 这个像是唱金句 这个很漂亮 这是奢族 奢族是一个诗文化的一个民族的 你知道梁山伯鱼注音台吗 我知道 很多的民间故事啊 白蛇传啊 都从奢族的这个民族 是奢族那边来的 故事而来的 是这样 这是苗族 苗族 苗族好像听得比较多 对 这是很大的民族 它在贵州 在贵州 银器的 它的特点是银器的装饰 也是这个民族的女性非常地美 而且它那个衣服很漂亮 而且就是那个颜色很鲜艳 他们喜欢上舞是吗 对 歌舞的一个民族 能歌上舞的 那这一位小姐穿的这个白色 俄温克族 俄温克族 听上去有点是像新疆那一带 它是在东北黑龙江 是俄罗斯 守俄罗斯民族的这样的影响 所以他们跟俄罗斯 有点中西合并的那个感觉 中西合并的是有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美的 好 那我们看完了 第八位的这个展示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请所有的model 一起再上台 就让他们再走一个圈 或者站在那边 然后让大家再重新再示范一次 这个漂亮的八个民族服装 加上我这个呢 就是九个民族服装 因为我发现 中国的民族服装 都是颜色非常的鲜艳 这就看出我们民族的美 这种艳丽 对 非常的漂亮 而且那个每一件衣服 都是有它不同的特色 对 那你知道吗 你看都是美吧 但是美的不同 各个亲美 但是美的都是一样的 对 美都是有美 每一个美的特色 那我们现在呢 进入一段广告 我们谢谢我们八位的模特儿 那在广告之后呢 我们会请八位模特儿呢 就换另外的八套 中国的民族服装 我们一会儿见 吃着慢点 不 perder 臣蛋